9月是台湾的国际防灾月 昨天在松山机场进行了一场 国际人道包机救援演练 当国际上有重大灾害的时候 消防署就能迅速集结特搜队进行援助 而参与的团队不仅有搜救人员 还有医护人员结构技师以及慈激基金会 救灾如救火 人道救援包机演练 模拟而当国际发生重大灾害时 我国搜救队如何用专案包机的方式 快速出国抵达灾国搜救 队伍不仅有搜救人员 还包括医师 护理师 土木结构技师搜救犬 而慈激基金会也加入行列 关于国际赠灾 因为我们希望跟政府单位也要合作 这一次的演练的话 我们的茅潭还有其他物资 已经都送到机场的后运舱里面了 在平常的训练都是针对技术上的部分 针对救灾 搜救 还有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那其实实际上要真的要能够出国的几率 其实没有很大 那透过这次演习可以让大家很熟悉 我们恭请内政部部长寿齐 今年也是921地震发生25周年 这次演练更能强化台湾灾难应变速度 以及提升国际人道救灾效能 9月是台湾的国际防灾月 台湾从1999年的921地震到现在 历经了二三十年的演练 台湾已经可以从被救援到可以救援别人 秉持着台湾Can Help这样的精神 国际特收队万一有接到任何需要台湾帮忙的话 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了 演练行动中 美国国际开发署与日本交流协会长官也前往观摩 分享意见 互相交流 更展现出台湾的国际合作能力 戴爱新闻林佳珍检员及台北报导